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可以进场买股票吗 第四季行情你怎么看 选举前 农历年前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行情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好多人在问你 这阵子 当然 也很多人在问我股票的问题 比如說,老師你出了沒,老師會漲到哪裡,然後也問我其他股票的問題 被動元件呢?矽晶圓,光學鏡頭,5G 各位我跟你講,你今天看到我的測標有點不一樣 你現在邊掃,任何掃描裝置邊掃,邊聽我講 我慢慢的跟你講,我把接下來的行情 我跟你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還有一個重點的提示 我告訴你,你今天收看我的節目,你真的賺到了 你真的賺到了,因為在接下來從現在到隔年第一季 那個行情將會大到你無法想像 當然你會說,老師現在指數來到這個位置 各位,站在哪裡看的問題? 如果你在一萬兩千點來看,你站在一萬兩千點來看 未來如果站上一萬兩千點,你看現在的位置 你認為他在低檔還是在高檔? 哪裡看的問題?角度不一樣 可是各位不好意思,我看的角度跟你看的角度不一樣 我喜歡去挖掘真相 我喜歡去挖掘很多股票的內幕 我告訴你,這些內幕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把清俊帶在身邊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把清俊帶在身邊 當然你可以看別人的節目,拿別人資料都沒關係 OK,但你一定要把清俊帶在你的身邊 隨時隨地,我會告訴你盤勢的變化 我會告訴你標股,哪些標股即將要誕生了 哪些先前落寞的被人家冷落的題材或者是股票 要開始起死回生,要開始浴火鳳凰 掃進去,你趕快去掃 各位,行情後面還很大 行情後面還很大 現在絕對來得及,絕對來得及 我直接跟你講,這就是我的主張明天買股票 是明天如果拉回來呢,拉回來一樣買股票 那是群職股的問題,那是台積電的問題 那是台塑寺寶的問題 跟標股一點問題都沒有 不要管指數 指數你當做沒看到都沒關係 為什麼,因為指數方向未來就是往上看 只是長長跌跌問題,指數不重要 重點在股票 買對標股你會賺不完 各位,我跟你講 現在到隔年第一季做夢行情已經開始起跑了 老師,以前的很多的專家都在講啊 媒體也在講說,那個第一季才是做夢行情嗎 錯了 我現在跟你講 做夢行情已經開始起跑了 你不要等到隔年第一季才在想說 現在有什麼股票可以做夢 我告訴你,現在股票已經開始在做夢了 做夢行情提前起跑 為什麼我今天要叫你掃這個 因為我要告訴你,未來有夢的股票 有夢最美 各位,我跟你講 你不要等閒四肢喔 這很重要喔 我跟你講,有錢人大戶的資金接下來 會去鎖定有夢 且有題材和業績的股票 我昨天有講到 各位,台股大戶人數 沖上了今年新高 為什麼沖了這麼高 各位,難道立基 是賞戶的傑作嗎 這個沒有大戶在裡面 你在騙笑耶 這個沒有大戶在裡面 你不要跟我講 這是外資的股票喔 各位,這不是外資的股票啊 這誰的股票啊 還有,接下來 有些忠實戶也要變成大戶了 因為有些忠實戶賺到大錢 他也要變成大戶了 下單的金額比較多 我跟你講 大戶的人數未來會越來越多 既然如此的話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比你更想賺到大錢 你可能還在看 還在等待 還在觀望 還在保守 我跟你講他們 比你還急 真的 他們比你更積極 更努力 更想要在股市裡面賺到大錢 為什麼 因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財 時機財 現在是時機財 這個時機 天時地利人和 各位 我問你 中美貿易 達成協議了對不對 對吧 中美貿易達成協議了嘛 初步協議 最快11月 要簽一個貿易協議 不管結果滿不滿意 各位 這是暫時修兵 在暫時修兵的這段期間 各位 這就是多頭的時間 這是很多的作手 你甚至講主力也可以 可以在裡面好好的上下起手 上下起手什麼股票 掃進去 我在裡面跟你講 我只開放一天 各位 這個時機財你不賺 他們要賺 你不賺 他們比你更想賺 他們比你是更想賺 各位你想想看 中美貿易 達成初步協議 貿易在修兵了嘛 現在全球央行正在寬鬆 美國要降息 歐洲央行也在降息 各位 然後台幣最近在升值 你看台幣 台幣最近在升值 錢都進來台灣了 還有什麼 各位 我跟你講我再講一次 因為台灣是唯一的受惠經濟體 所以轉單的效應 還會延續到明年 所以我跟你講說 現在到隔年第一季 是最好賺的時間 央行總裁出來掛報警 轉單效應延續到明年 所以我們台灣的那一支大戶怎麼想 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 我昨天跟你講各位 上市櫃高層已經看到明年第一季了 上市櫃的高層 我不是說現在的那支要跟 那個上市櫃的一些做什麼 結合合作啊 沒有我沒有那麼講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是這麼看的 央行總裁也是這麼看 所以現在這個行情 未來的行情各位 你不要想看 你不要小看 連那個公股銀行都透過媒體在放話 公股銀行都透過媒體在放話了 你說這個不叫選舉行情 什麼叫選舉行情 有沒有選舉行情的色彩有沒有 再加上業績 台積電跟你講什麼 大立光跟你講什麼 下半年超越 往往超旺 十年來的首間 所以接下來的主身段 各位 台股的主身段 這就是為什麼我跟你講 站在哪裡看的問題 如果在一萬兩千年來看 你認為現在是低檔還是高檔 你要不要經常做多 要不要買什麼 對老師買什麼 要什麼股票 你跟我講說 他們要鎖定有夢 有題材有業績的股票 各位啊 什麼夢啊 老師什麼夢 有什麼夢啊 有什麼夢 那在這裡面的夢想裡面 有夢最美裡面 這些題材裡面 來 掃進去 我跟你講 名單我已經有了 最新的名單我出來了 我收到了名單 對應到一些特定的股票 有人鎖定的股票 接下來會大漲五成甚至一倍的股票 掃描進去 我在裡面跟你講 我在裡面跟你講 各位啊 像利基這樣的股票 像利基這樣的股票 我告訴你 有 人家胃口很大 人家野心很大 是誰 是誰 誰啊 像利基這樣的 狂飆大漲的 像利基這樣的 狂飆大漲的 各位啊 我跟你講 利基能夠長成這樣子 你說沒有人在裡面 我不相信 你相信嗎 你說這是散戶的自然的走勢 自然的傑作 這是散戶的代表作 我跟你講 我打死我都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裡面的真相 股市的真相 利基的真相 我清楚 我非常清楚 當然我知道現在有人是沾光利基 拿利基拿出來講 沒有關係 我不介意 我也不會眼紅 吃醋 那個跟我沒關係 我只在意的是接下來 還有什麼股票 在利基的這個位置 在利基的這個位置 各位 我在裡面跟你講 只有一天 我只開放一天 我只開放一天 我好不容易跟公司爭取到的 我只開放一天 我選在禮拜 我不要選在什麼假日前夕 就這一天 如果你有緣看到我今天的節目 少進去 我跟你講 你沒錢啊 你賺到了 明天不會有 這個 沒有 就只有今天而已 各位 利基大漲323% 老師 利基今天走是這樣 你敢買嗎 老師你出了沒有 老師你有沒有出啊 開高走低 收上影線 各位 如果 我是說如果 如果我跟你講 我是說如果那個數字是如果 如果 如果利基我說會到300 現在你敢不敢賣 你敢買嗎 我剛剛是說如果 我沒有我沒有用肯定的語氣 如果他會到300你敢買嗎 你還是不敢 老師五十塊我沒有賣 一百多塊我也沒有賣 現在兩百多塊你叫我去拼 拼到300又如何 只賺到一點點而已嘛 對不對 我知道你不敢買 我跟你講 我推薦你買像利基在這個位置的股票好不好 我有 我有 在裡面 你要不要買 你要買嗎 五成一倍的股票 會越來越多 老師你怎麼知道 對 因為我拿到名單了 我拿到名單了 未來的日子裡面 你就會在訊息裡 看到不定時我跟你講 哪些股票我叫你去買 一個指令一個動作 各位 這個已經是準會員了 我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我只想告訴你 各位 利基 利基的啟示 我不知道利基帶給你什麼樣的啟發 利基啊 這一波大漲上去啊 所有什麼利空中美貿易戰 日韓貿易戰 香港仿勝中 對啊 因為你們每天都在被媒體上面所引導 所以你們忽略了股票的本質 三倍了 老師 還有嗎 有啊 我有給你啊 前兩天我前 我前陣子給你的這支股票 各位 我昨天公開啊 又來了 又來了 各位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你看我節目看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有時候標題喔 我很喜歡去跟利基 對不對 做一個連結啦 攀情情啊 跟他攀點關係啊 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覺 你有沒有發現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 通常我冠上一個名字 或是我在裡面有提到的 通常都會漲 通常都會大漲 對不對 昨天拉漲停辦 今天再拉一根漲停辦 為什麼 為什麼 有故事呢 很精彩 很精彩 而且會讓我很感動 感動到快要流眼淚了 快要流眼淚了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對 你不知道 我跟你講掃進去 我來跟你講 未來的日子 你 我來分享 我跟你分享我的資源 各位我常常跟你講一件事情說 老師啊 你到底有什麼資源跟資源啊 你為什麼知道一些特性的股票 它就是這麼漲 就是這麼會飆 為什麼 立基之子 昨天拉到漲停辦 今天再拉一根漲停辦 各位短短幾天 我不用跟你炫耀說我賺了多少錢 我只是告訴你說 我還有像立志這樣的股票 你要不要 比如說 比如說 不用打電話 我在裡面跟你講 我在裡面跟你講 各位 要不要賺 其實 就在你的一念之間 就在你的一念之間 我不知道你用什麼樣的心態來看我的節目 是看熱鬧 還是 打發時間 還是你想從我節目得到一些靈感 或是講白一點得到一些名牌 各位 你愛明白我給你沒關係 但是我跟你講 你千萬不要用看熱鬧的心情 你的態度要正確 你不要說 我看看你的節目 不當作什麼娛樂節目 或是休閒的節目在那邊看待 各位 親自在教你賺錢 我可以說我是一個預言家 我是一個先知 我沒有水晶球我也不會塔羅牌 但我會告訴你 台北股市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未來會大漲 未來會大漲 很多股票接下來 各位 未來一成或一倍的股票會越來越多 尤其是接下來要鎖定這些的股票 老師 你講得很含糊籠 那我就在裡面給你細節 我跟你講具體的 我在裡面跟你講 各位 你現在趕快去撒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只開放一天 包括這支股票也一樣 只開放一天 連利基的贏家也想要買 各位 很正常都要問老師 他們是誰 這一批 這一批人應該說是這陣子 這一季來 台北股市最大的贏家 光利基就漲了三倍 各位 漲了三倍 他們是誰 他們到底是誰 各位 利基 利基 在裡面 今天拉到掌點板 為什麼 為什麼 蝴蝶絲鍵盤 蘋果概念的蝴蝶絲鍵盤 就這個題材 這個題材叫做加持 這個叫做附加 這個叫做包裝 真正重點是什麼 是什麼 我要不要動 我選擇什麼時候動 我選在今天來拉 各位 茂林 今天再創波端新高 大戶的新標股的茂林 茂林 各位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大戶的新標股茂林 大戶的漲停標股是誰 我在裡面跟你講 清俊真的很希望 各位 未來從現在這個時間 今天10月15號到明年的大選前 農曆年前 你把清俊帶在你的身邊 你好好的去看 每一天你都要打開你的手機 看看我在跟你講什麼話 最新最即時的 不管是大盤的方向還是股票 或是標股的出現 有時候標股 在9點到1點半之間 就會突然的出現 因為有時候消息 我跟你講 我常常說 第一手的消息 第一手的情報 就會有第一名的跡下 對 你就插這個 我在裡面跟你講第一手的情報 你趕快去掃 今天無論如何 你看到清俊的節目 你把這個掃進去 不管用任何的掃描裝置 用LINE去掃也好 用Google去掃都可以 用相機去掃都沒關係 你趕快去掃 未來這個時間裡面 各位 我陪你 你讓清俊來陪你 未來這三個月四個月 到我們隔年的第一季 讓清俊來陪你 未來的這個日子裡面 我來告訴你 我來跟你講 行情怎麼看 什麼股票未來會有五成或一倍 我只開放一天 我只開放一天 就一天的時間 我不管過去你有沒有來拿清俊的資料 你昨天沒有打電話來沒有關係 前天上個禮拜都沒打沒有關係 我今天 只要你做一個簡單的動作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做這個動作 你自己來自己DIY就好 你不用打電話進去 聽到我們對方的聲音不用 所以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你自己去掃 你掃進去就好了 各位今天你一定要掃 當然 如果你有在看別人的節目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沒有關係 各位 你把我的掃進去 你當作參考 買不買接不接收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你掃進去 你掃進去就對了 因為我要跟別人比賽 你看看我的績 你看看我的績有沒有比別人厲害 你看看我的績是不是接下來市場上的第一名 我要跟別人比賽 我要跟別人比賽 我有這個自信跟把握 我要贏別人我要贏其他的分析師 你慢慢的看 真的 你慢慢的看今天的茂林 大戶的新標股 那大戶的漲停標股 各位完美劇本 大戶資金都準備好了 都準備好了 明年第一季最有夢的標股 老師 最有夢的標股 老師 最有夢的標股 你剛剛所講的 誰啊 連利基的贏家也想要買 你等著看會有幾根 掃進去 掃進去 今天你不用打電話 你只要做這個掃的動作就好了 拿起你的手機 把我旁邊的QR Code給它掃進去 你掃就對了 各位趕快去掃 我節目快要結束了 我要進廣告了 我進廣告你不用打電話 你不用看電話 你掃這個動作就好了 我還沒進廣告之前 趕快掃進去 因為接下來很重要 各位啊 接下來的行情 你只要買對標股 你真的會賺不完 我要告訴你 我要在裡面告訴你 接下來什麼股票會最標 你知道嗎 那個被動元件 光學鏡頭跟矽晶圓 你掃進去 我在裡面跟你講 我在裡面告訴你好不好 我在裡面跟你講 真的你會嚇一跳 我會講一些驚人之語 在裡面掃進去你就知道了 你掃進去 我會在裡面告訴你 完整的跟你講 接下來 包括這支股票也一樣 接下來的行情 未來的表股會大漲五成 甚至一倍的股票 有哪一些 有做夢的股票 有哪一些 我都會在裡面 完整的跟你說 各位 好好把握住 進廣告 168戰神專案 掌握精選標的 全力出擊 掌握精準轉折 全面獲利 戰神一出 誰與爭鋒 戰神專線 02-8512-5858 8512-5858 8512-5858 軟體下載專業研究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盡在亞太國際投顧 02-8512-5858 亞太國際投顧 規劃全方位的理財策略 掌握全世界的經濟脈動 啟動全市場最嚴筆的機制 創造全市場最耀眼的績效 亞太國際投顧 富裕未來 我們用心打造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放眼全球關鍵制度 02-8512-5858 168戰神專案 掌握精選標的 全力出擊 掌握精準轉折 全面獲利 戰神一出 神魚爭鋒 戰神專線02-8512-5858 8512-5858 大家要用著你嗎 好 好 他真的都要看喔 你知不知道大作的狀態 不斷很大 有視野死角耶 天啊不就要找你了 騎車不搶快 出門沒意外 超盤戰將 超盤戰將 所以我說了做夢行情開始起跑 這個就是夢了 這裡面有夢 有標果 我跟你講你今天喔 把我這掃進去喔 我來告訴你 我跟你講你今天掃這個動作 就等於你已經在裡面了 在核心 你在裡面 你沒有在外面 你今天把這個掃進去喔 相對的相等於的喔 你就在裡面 你在裡面啊 核心裡面 各位啊 老師什麼股票啊 先給你這支 掃進去 我在裡面跟你講 各位啊 大戶的新標股茂林 大戶的黑馬標股雙紅啊 大戶的漲停標股 掃進去 我跟你講 今天不用打電話 你掃這個就對了 未來的行情 從現在到明年第一季 各位未來這三個 五六個月的日子裡面 掃進去 我跟你一起 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打平 我們一起奮戰 不管是大盤未來的方向 還是 未來的標股 無成 甚至一倍的股票 有哪一些 他們現在鎖定哪些有夢的股票 我都在裡面跟你講 我不多說 今天不用打電話 掃進去就對了 好好把握住 年間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訊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